香港电台女主持陈淑兰是周杰伦的狂热歌迷 据悉她曾凭借职业便利吓坏了周董 陈淑兰不知从哪听说周杰伦有不穿内裤的习惯 访问中杨杨要突击检查 由于是现场直播 周杰伦的歌迷纷纷打电话到电台抗议 陈淑兰才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小天王也着实冒了一把冷饭 许志安与韩红在娱乐圈一向以兄妹相撑 2005年有香港媒体拍到二人酒后当机拥吻的照片 许志安还在挣脱韩红怀抱后 心有余悸的狠狠擦了擦嘴 疑似被强吻 后来有记者壮着胆子问许志安 在请韩红吃饭时是否会瞌睡 重演激稳画面 许志安尴尬回应 会小心的我一直视他如姐妹 韩兴安气炫饱受一名女粉丝 滋扰近一年 该女每天都发20-30条短信给安气炫 内容也越来越色情 她不但称呼安气炫为男友 还表示想和她同床 甚至想安气炫抚她 安气炫说 她有好多更加变态的留言 也曾约见我 不过我觉得恐怖的是 她曾经说在我家门口等我 还说看到了我回家 她好像每天都在周围监视我 也好见形象被观众所熟悉的 开心麻花演员沈腾 人间遇到了麻烦 曾发微博称 受到粉丝骚扰 微博内容是 顶重上是吧 你行 想要号的举手 推出为私信中一位女粉丝 裸照 从内容上看 这似乎对沈腾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沈腾曾对向她发裸照的粉丝 有所警告 发微博说明过此事 请那几位女粉丝 不要再给我发裸照了 真心受不了 香港TVB演员 吴卓西斯报 曾被同性骚扰 我没入行前就试过去厕所 被旁边的男人盯着 我问他 你没有吗 现在我还记得 他的样子像gay 还有一次好刺激 在公众场合 被一个男人迎面 磨下题 吓得我呆了 当时本能反应 立即推开了他 PPTV娱乐 男明星也不安全 准备报道